冤案,无论是苏建合他们,或者现在大家非常关心的郑心泽案 我心里就是非常非常的沉重 因为我们从小在我们成长的环境里面 大家比较关心或在乎的是 坏小孩有没有受到处分,坏人有没有得到惩罚 但是我们好像很少谈论到或关切到说 那好孩子受到冤枉怎么办 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好孩子如果受到冤枉 而最后人家知道你是受到冤枉了 你就应该偷偷高兴 说还好我获得清白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 一个无辜的人被冤枉以后 他所受到的身心的伤害 何况呢,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我国非常残酷的死刑 如果我们冤枉一个人 我们判他死刑 他就回不来了 我实在不明白一个司法的制度 一个号称是要维护公平与正义的这个国家 他怎么可能允许无辜的人被冤枉 而且为这个冤枉付出生命 过去的很多例子显示 无辜的人被判死刑的例子 其实是很多的 而且好像这个社会也只是感叹一声就罢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到事后再来感叹 即使那个感叹是如此之无济于事 那个感叹是那么的轻微相对于一个人的生命而言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不要事后再感叹 我们可不可以事前来努力 让所有的冤案 当然包括现在我们焦点的振兴责案 都能够得到平反 这件事情涉及到 人类经营共同群体生活里面 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别人的事情 到底跟我们有多少关系 我想生而为人 最可贵的一点 就是我们不只是关心自己 我们并不是只等到事到临头的时候 我们才来担忧 我们有远见 我们知道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的事情 也可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了解 我们关心我们的兄弟与姊妹 关心我们的左邻与右舍 关心我们的社会上的每一个人 其实就得于关心我们自己 再也没有什么 比把对自己的关心投射在他人的身上 更令人值得骄傲了 我是说 作为一个人的骄傲 让我们一起来关心郑姓哲的案 让我们一起来努力 把冤枉的人 从死亡线上救回来 真相未明重启调查 给郑姓哲一个重新审判的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